因为可能多少了解评剧的人 知道它的主要的内容 还是我们老百姓的生活 很自由 很活泼 很接地气 这是我们评剧老艺人聪明的地方 艺术啊 你不说京剧啊 帮子 平戏啊 它为什么每种剧种表现方式不一样 昆曲为什么会那样 接收的人群不一样 观看的人群最出不动 你在王府里边唱 王爷坐在这儿 带着几个福晋 几个太太跟那儿 你那儿就得游园惊梦 他不能讲那小街小巷的事 你就得吹个笛 王爷就可以了 你说村里边丰收了 开完野地有三千老乡 搭一台唱戏 你那个老包是不是就得跟那儿 坐着脚跟那儿喊呢 对吧 大丰收 五千老乡坐地看戏 你来个笛 俩人唱昆曲 你说你拿得下钱来吗 艺术的存活是跟它这个背景有关系的 平戏也如此 三小戏起家 小生小蛋小丑 它没有时莽时靠 它没有这么多的大型的历史性的剧目 它就家不长 里不短 这批观众就让我牢牢地控制在手里边 这是老艺人聪明的地方 活法不一样 你说是不是 所以这回忆起以前 这都是年轻时候很有趣的事 也是自己学习成长的过程 但是今天我们知道郭老师身上是肩负着很多使命的 您本身说像是已经这么有成绩了 但是又致力于去弘扬平剧 还是出自于你内心的热爱 我觉得传统艺术其实是非常值得发扬光大 这些年来啊 其实在研究啊 包括继承传统艺术的过程当中 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好多人像你说的那个 听不懂 看不明白 哎呀 时代进步了 戏不行了 我老爱跟他们聊这个 我说你说的不对 当年你说那么些个唱戏的 那么些个流派 这么些个剧目剧种 那会儿很繁华 好多人说了 说那会儿那个没有电影 没有电视剧 没有这没有那个 所以说戏剧流行 我说你这说不对 那会儿是没有电视 电影那会儿很正常 满的街都是外国电影院 你这些东西 哪个不比电视剧诱惑力大 在那么一个环境里边 戏剧还那么昌盛 为什么呀 好看 有时候咱老说 又听说谁谁唱戏 老百姓这一宿不睡觉 呸着背货 在园子门口等着买票 为什么呀 好看呢 不就这么简单吗 就跟我们说相似的 那你想让观众 真金白银的花钱 首先说你就得对得起人家 我老说这个 干我们这行 我们是服务行业 我们跟包子铺 早点不是一样的 你炸油条 你炸那果子 天津块叫果子 你就得够尺寸 你就得好 你不好 你埋怨人家嘴叼 那不行啊 所以这传统一主义 也得不断地与时俱进 也得有变化 才能赶上我们现在的这个观众啊 你看啊 喜欢的这个能力 民国的时候 上海出了一件凶杀案 就是后来拍成电影了 叫《枪毙言锐生》 一个大学生 把一个当红的舞女杀了 这个人犯刚被枪毙 没几天 上海所有的京剧团 全唱这出戏 拍这个舞美 到现场拍照片 所以在舞台上呈现的是 当时上海所有的高楼大厦 上场门下场门打开了 在舞台上表演飙车 就这汽车在舞台上 啪啪啪 那么跑 台上坐的河 坐的山 警察追人犯在河上 跳河里面 在舞台上面这么游 这么跑 这个戏红了好多年 你这个东西 你隔着今天 再让观众说去看一看 他也觉得 是 有点意思 我得去看去 所以说戏剧 它是与时俱进的 它不是说这个 哎呀 这个陈旧啊 永远这样的 其实戏没问题 市场没问题 观众没问题 所以那就有更多的 这个年轻人 愿意投身于 我们这个传统 艺术的领域 这就是为什么 说像是说 我就说了 我说要把像是弄好 要让说像是 人觉得这行好 他得能吃饭 咱不敢说 就指着这个 要拜金 要如何如何 对起码生活的好一些 是没问题吧 你得让人看着 说像是也能买车 说像是也能住好房子 说像是也能挣钱 孝敬父母 才让人家有心气干你这行